欢迎来到非常近距离 我是为了独家爆料 《费极心思》的非常助理阿久 今天到场这位嘉宾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男演员 他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获得了业内的认可 但是他除了演员的身份以外 他还有很多不同的头衔 比如说当红百岁组合成员 被演戏当务的摄影师 还有沉迷深蓝的海王子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好了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首先有请 非常近距离的大当家 靳姐 嗨 大家好 别招我 为什么 因为我有你们过去的资料 对对对 因为我最近看了看 在新浪一有什么事 就会把靳姐以前的节目 是 拿出来 可是靳姐 我今天有点担心 因为今天这位嘉宾 在之前您的访谈当中 他基本上都不怎么说话 不怎么说话 他也说了 他要得罪我 还有证据吗 好 当然 我们这位嘉宾 这两年没有老来我们节目 但是经常在大屏幕出现 因为他的 好友VCR 他的好友老来 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 他来到这里 掌声有请我们的特别来宾 李光杰 有请 李光杰 好 来了 放到虎了 态度真好 想跑过来的 对 怕很曝光我 我还真有如愿 以前的资料 好 欢迎李光杰 欢迎 我听说现场来了 你的很多粉丝在哪儿 有点紧张对不对 有点 因为刚才他跟我说 他一见人多就紧张 对 那还穿这么少 穿这么多 第一次采访你 就感觉你 闷糊落 特别不想来的那种感觉 坐在那儿 就我就跟戴军 跟挤牙膏一样 就我就 害怕嘛 心里 就少来 真的 耍大牌吧 那时候什么心态呀 就是胆小 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跟人交流 有那种社交恐惧症吧 就 那后来咋就变成这样了 我现在看你挺能说的 对 对 那个时候就更愿意跟 就是自个儿跟自个儿玩 就后来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吧 人变得蓄道了 因为更愿意跟别人交流了 今天我们知道现场有特别 特地从外地来的粉丝 来来来 先把花送上来吧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光姐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大老远跑过来 你是从什么时候 就是喜欢光姐的 从嘟啦啦生殖记开始 很早很早 中间都没有变心 没有没有 就很专一的 没有 有位成人也没事 我不想 真的没有 谢谢 谢谢菁姐 圆梦了 没事 真的圆梦 她脸都变色了 血压现在应该是 什么麻了 脸都麻了感觉 就我有点不会说话了 没事没事 我觉得特别好 一开始呢 因为做这工作很多年 我觉得就是 你见到自己喜欢的人 其实特别重要 你是现在单身 还是男朋友 单身 那正好 那正好可以站一边了 好 谢谢 谢谢你 来 那个 因为我们在播出的时候 其实光姐主演的这部戏 汉诚已经播出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 正好也希望大家 多回去发发微博 发发朋友圈 来支持这部戏 好不好 好 谢谢 欢迎大家登陆新浪微博 搜索非常惊喜 官方账号 在新浪微博 跟我们来话题互动 关注更多的嘉宾故事 也关注我们这部剧 让我们再次掌声来 欢迎光潔 谢谢 新剧汉城热播 拍摄过程中 李光潔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导演她的审美 可能代表了大部分女性的审美 她说你穿着衣服打不好看 我那个对手脱了衣服 就像罗马的雕塑一样的 练得那么好的一个人 就是我们俩都光着网络 往台上一站 导演就说 其实你已经输了 我说是 透过摄影感知世界 她都发现了那些 生活中的小乐趣 就是我妈身上背两个 我爸身上背两个 我弟身上背两个 我身上背两个 就一瞎人背一堆照相机去 我就突然在后面看着这一幕 我觉得特别可笑 我是一卖相机的吗 从潜水爱好者 到保护鲨鱼工艺形象到时 她和鲨鱼又有怎样的不解之缘 他们特别的萌 她那个白眼球 大黑眼球小你知道吗 然后就特别憨 就从你身边咧着嘴 然后三排牙齿 从你身边游过去 就有时候她还逗你 就她会游到你身边 跟你对视 然后跟你对视完了之后 她游走 挺好啊 她会调剂你 今晚李光杰做客 非常近距离 带你认识一个 专注演戏 热爱生活的好演员 让我们来欢迎边的嘉宾 光杰 欢迎 大家好 这个网上说光杰是 就是80后的年龄 70后的长相 60后的心态 好早之前的了 就是那个时候 好像60 70 80 还是有代表性的 但是现在都是 90 00后的天下了 就感觉说这个 就感觉我是一个老人了 可是你不觉得 你现在的这个状态 穿着打扮 比之前更年轻了吗 对 昨天还有人说 从背后看你 就是一个小伙子 我听这话就那么别扭 我说从来也没试过小姑娘 就是东茂山 然后这个 你这裤子一看就是借的 不 这是我自己买的 真的 可以啊 你爱逛街吗 就我名字就叫逛街嘛 哎呀 光杰 你变化太大了 对 对 不是说女大十八遍吗 我觉得 我觉得你这这个变化 开始特闷 后来特贫 一定是受了你那两个 某些人的影响 对秘影响是不是 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他们开发了 我身上的一些潜质 就能这么说 没错 然后那个 就是你们的这个 雷佳音 郭京飞 他们两个 每次到节目里面就说你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这个好友的VCR 那李光杰以前的毛病 是挺多的 有一点就是出了那个口 对 很多人抱怨他 就是从来不请大家 吃饭喝水再推足 但是这次在汉城的时候 你还真别说 他还真请我吃了不少饭 对 然后那个 但是他出门从来不带钱 然后我只带一张卡 所以对 刷卡的机会比较多 花 那用现金的机会 那就比较少一点 一般用现金都是我掏 就是汉城的整个拍摄过程 确实实是相对来说 比较的漫长 我们拍摄日是130个拍摄日 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是非常的好 确实是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团队也比较年轻 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俩算是老婆 去竞距离找静姐姐了是吧 这节目不太适合你 年轻人上的节目 你应该去都上点老年人的节目 我向这个竞距离节目组 透露了一下李光杰的烂根 他去年过生日 我在群里面没有发现 然后我就给他了一份迟到的祝福 给他买了十条CK的花内裤 结果他半天收到了以后不给我回信 我说什么意思 我说你是不满意啊 还是没礼貌啊 怎么不给我回信呢 我说李光杰你收没收那裤 他说我收了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啊 我说你买大的呀 李光杰我都不识讲语了 我好想拔那个郭晶飞那个牙子 他还欠招了 我觉得因为他的出现 把我们整个节目的level 可能有点影响 你先说说郭晶飞 他在我们节目讲这么一个故事 他为什么要送给你十条内裤啊 因为那天非常真诚地跟我说 呦 光杰真的 我昨天拍戏 没来得及给你送祝福 实在是对不起 这样我给你寄一份礼物 你把地址发我 我就直接甩了他一个地址 什么也没说 然后大家隔了三四天 收到一块地 我根本不知道那是生日礼物 我就拆开了 我说这一堆内裤 花色都特别怯 就没在意 所以我没有跟他说 这后来他问我 收着了吗 我说什么东西收着了 我给你寄的礼物啊 我说什么礼物啊 内裤啊 我说这是你寄的呀 他故意的 对 故意恶搞你的 所以说就是这种朋友 你就明白为什么交友不慎 你跟郭京飞在一块聊天 占得上便宜吗 我尽量避免跟他单独在一起 对 大部分时间 我会选择跟雷子 跟他在一块 这样我跟雷子 就会形成一个攻守同盟 所以他一般 一看这种情况 因为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吧 对 对 对 他也不太敢轻易造词 就是你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 你跟雷佳音是同吗 对 对 我们俩经常是 就是说不过吧 就只能用武力是否 对 这是他也是实在没辙的 就是你很难想象 三个加一块一百多岁的人 在那儿就互相在那儿撕吧 然后跟打架似的 你说这郭京飞 是不是有点越来越来劲了 这么嚣张 对啊 用就是 我觉得去年 有一个颁奖典礼上 我们就说的 雷子说得很清楚 就是蹭热度啊 各种机场扮羊羊啊什么 我觉得雷子总结得挺准确的 然后那个袁文康呢 我们认识也挺多年的了 你们两个不是什么学校的 在学校认识的 不是 他跟郭京飞是一个学校的 可是杰哥跟他们 也会有一个组合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随便 杰哥你不知道吗 是小谷队组合 我不知道 他跟谁啊 文康还有 雷子 那个时候郭京飞还没有从其他地方转场到横店 老是二缺一啊 就形不成一个群 所以呢 那个时候 他们如意传在横店 然后就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酒店里一层 就属于每天收工了 可能会小酌几杯 然后大家说那怎么互相约呢 说拉一个群吧 这个群不能永远不叫名啊 就起名嘛 说就起一个小虎队 后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小虎队 后来因为有了这个老郭来了之后呢 这四个人叫F4也不太好 我们就又成立了另外一个群 所以才有了TF老郭这个另外一个组合 还行 哪个组都有你啊 我是常驻家的 那就是虽然光潔你这么低调 我就觉得但是为啥 你的一举一动媒体特别关注 你看你前两天 如意转那么多角色 你演那世子 就在那里面就几秒钟 然后就上热搜了 上那个新浪热搜 因为我看得蛮认真的 你转头的时候 我说这好眼熟 我不太相信那个人是你 因为我觉得李光潔 应该不会去演这么小一个角色 对吧 就这还抢呢 那个因为我们当时在恒电 每天晚上吃完饭啊 不是拍完戏啊 吃饭的时候 总有各个组的演员 大家见面啊 什么那个董捷老师啊 然后辛子雷啊 什么那个张军定啊 一些就无意转的人 然后大家伙有一天呢 无意转缺了一个角色 然后就是说他们就那个 导演就说说 李光潔和雷家音在恒电呢 让李光潔和雷家音 两个人有一个人来 来演那个角色 就一场戏 然后所以呢 我跟李光潔没事 我们俩都面试你知道吗 因为老师跟这帮 他们组里的演员在一起 然后我就说 我面试我面试我面试 所有女孩都说 让雷家音去演 演那个那叫什么 世子的一个角色 陆继传里头 然后结果李光潔 李光潔成功了 因为李光潔 是那个公司的股东 你看这个胡子挺眼熟的吧 因为那个时候 我正在恒电拍 那个叫一个叫 和平饭店的戏 也春节前后的时候播了 就是大家都在 都在恒电嘛 有时候会在一起吃饭 聚餐什么的 就说到这么一角色 当时就 我跟雷都觉得 不就一场戏吗 不 其实这个是一个隐形的男一号 一直在被大家念叨 真能忽悠 然后就说 那你们俩谁来演 然后我们就互相举手 说我们要去试镜 各种抢 然后各种演回眸 真的 但是后来我靠 我的精湛的演技 赢得了这个角色 根本不是说的 我要是股东啊 或者什么的 要走后门 你不是股东啊 静姐我听到说法 是因为头小 所以才拿到的这个 雷佳音戴不上那帽子 对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也不能比试 他头大那件 这事也不赖他 那时候收拾你买的吗 我这么抠的人 怎么发这 刚才说到袁文康 这个戏就是等于是 是你推荐他的 还是同时选了 你们两个去的 对 几乎是同时 这部戏叫汉城 跟我们说说这部戏 因为我还挺期待的 他是一个孤胆英雄 在国外为了他的兄弟 就战友死了 他就特别想知道 他的战友是谁杀的 然后为什么死了 他想替他战友去报仇 然后就支身到了 东南亚的某个国家 然后就想把这一切的 谜团解开 最后把整件事情 都搞明白了 然后也替他的兄弟 报仇了 这么一个故事 我们先看一下篇花 感受一下 今后你和郑鹤 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啊 有了老白啊 咱们这是如虎天衣 难免啊 是落家这么好的方式 我看来这个游戏 哇 只是急死而已 您想吧 刚才是不保持住的东西 我要马上做个现场调查 大家觉得这个戏你们会看吗 会 我觉得好酷 好燃啊 我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这种剧的很多目标用户 其实是女性 都得看着帅气的热血的男子 对 你不需要帅 我觉得刚才 你那个长头和那个 跟方便面一样那个 那是我中外的发型 你看你那个腮 就是故意要做成那样的吗 没有 那时候确实是很瘦 就是因为在南方嘛 也就是健身房去得比较勤 而且这个戏里面所有的打 我都几乎是不穿衣服 然后导演也是那种 就是比较很 他的审美就是 大部分可能代表了 大部分女性的审美 他说你们穿上衣服打不好看 导演是女的 女导演 正确实是怎么能挑战女的 因为其实在这个戏之前 我在拍《流浪地球》 因为那个服装八十多斤 然后我就腰之肩盘就不行了 然后其实不太想接 这种打打杀杀的戏 而这个戏找到我之后 我看完剧本就放不下了 我就觉得导演是个 我师妹中戏的 然后是个女导演 我其实有一些 不是性别歧视 我只觉得可能这样题材的 可能女性导演 是不是能够那么完全地明白 然后就跟他聊了一次 他就说 其实之前他们提过很多 其他类型的演员 但是他们的照片放在这儿 我不相信他们能 干出这样的事来 就是真的能 扛住这么大的压力 就是可能 当看到你的照片 包括之前看过你的戏之后 觉得你是完全 就是符合我心目中 所有对这个人物的想法 我觉得 我这番谈话 让我特别放心地 把自己交给他 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也是 他虽然是个新人 但是所有的场次 准备的只充足 而且抗压能力 是超乎我的想象的 你想一个设置组 好几百人 在国外工作 然后又这个地方 基本上隔半个小时 会下一场雨 然后就是所有的很多问题 它不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想象的那样 能够那么顺利 所以经常有时候 大家都在这儿等的时候 我就看导演一个人 站在雨里边撑个伞 你也不知道他在想啥呢 但其实我就会有时候觉得 因为毕竟还小 我就有时候会去安慰他几句 但是其实后来我发现 我根本不需要 因为他的抗压能力 要超乎我的想象 对 我觉得 而且你刚才说 《冥冥之中》 是你等的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你觉得 满足了你的什么呢 我对一个英雄的所有的幻想 你曾经喜欢过谁啊 这个方便发行是 如果拉直了就是正一件嘛 没错 你还喜欢过谁啊 《蝶龙蝶》里的 汤姆克斯斯那个形象 包括《蝶影重重》 马夫达蒙那个形象 对 对 对 所以你塑造这个人物 他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呢 这个人物用了很多 他内心比较脆弱的一面 就是他在感情上 是特别地不敢往前走的 因为他太清楚自己的 每天要经历的是什么了 他有时候又不能 跟任何人去讲 他其中有一场戏 跟一只狗 聊了差不多有五分钟的天 这个人物的性格就出来了 对 这人物你伴随了你多久在演 差不多有两百天吧 拍了那么长时间 然后很多打戏也是在那拍的 对不对 你自己拍打戏行吗 我们这个是个特别好的 武术指导 他每次跟我们 设计完动作之后的 他会让你看一遍 看完他会问你 你觉得哪个动作会有危险 我们可以改 然后我们试一遍 试的时候他就会开机 他就觉得哪会有问题 他就马上会调整 哪怕招都打完了 他也不停机 然后后来我会发现 其实最能吸引观众的是 招都打完了 然后互相在这还盯着对方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手了 熬鹰 而且基本上是属于 先让正身打 只是极个别特别危险的 需要有高质量技术要求的 才会让替身来 但是大部分的所有的都属于他 而且他喜欢用长镜头 妈呀 那就得一直打一直打 然后我那个对手是一个 脱了衣服就像 罗马的雕塑一样的 练得那么好的一个人 就是我们俩都光着网着 往台上一站 导演就说 其实你已经输了 我说 但是我们不是要给人家悬念吗 太狠了 刚才我觉得这个角色 可能把握好了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戏如果大家喜欢 就会一记一记拍下去 另外我想问了一个问题 我一直觉得演员的生活 就像一个流浪汉一样 只不过是更有意思的流浪汉 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流浪 像假设接下来一周 你什么事没有拍摄工作 也没有那个工作要去做 你会干嘛呢 如果能出去就出去 如果是没签证的话 就在家待着吧 在家待着你都干嘛呢 你会出去 不会啊 就是正常人的生活 去个超市 健个身 喝个咖啡 回家收拾收拾家 然后看见有些东西 摆这儿好像不合适 再换一地方摆 摆这儿好像也不合适 再挪一地方 经常我搬一沙发 在家来回挪来的去 我妈进门 你干嘛呢 你跟那沙发叫什么劲呢 就是你会对 会被有意思 对 要不然就网购 然后在这儿漫长的等待 看走到哪儿了 这快递还不到 就是这种 包括我们拍戏 很多时候 没有太多时间 出去买东西 然后就 大部分时间都是网购 经常快递一来电话 就是导演 什么时候收工啊 我要回家收快递 我曾经有一次买一个 就是我那个茶几 前面有个小凳子 有时候朋友到家里喝茶 我也给他泡茶什么 乱七八糟这些 我觉得没个东西做 对 这个太高 然后要有 想买个小凳子 然后呢 当然也是图便宜 我就买了一个 九块钱的小凳子 你需要闪着 那朋友的腰是吧 然后呢 就寄来了 快递寄来了 是这么大点的 因为这那几天 我只买那一样东西 我这吃我那凳子吗 我就拆开之后呢 就这么高 因为你没有看参照图 对 没有看那个尺寸嘛 我就一看 这凳子质感还可以 九块钱还挺便宜 买了 然后你 冲动消费的后果 你凳子在哪呢 现在在我那个桌子上 放着呢 对 所以就是 他一切的上当受骗 都是因为贪占小便宜 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奉劝大家不要点 来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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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摄影感知世界 他都发现了那些 生活中的小乐趣 就是我妈身上背两个 我爸身上背两个 我弟身上背两个 我身上背两个 就一瞎人背一堆这样进去 我就突然在后面 看着这一幕我觉得特别可笑 我是一卖相机的吗 从潜水爱好者 到保护鲨鱼工艺形象到时 他和鲨鱼又有怎样的 不解之缘 他们特别的萌 他那个白眼球 大 黑眼球小你知道吗 然后就特别憨 就从一身边咧着嘴 然后三排牙齿 从一身边游过去 就有时候他还逗你 就他会游到你身边 跟你对视 然后跟你对视完了之后 他游走 挺好啊 他会调劲你 今晚李光杰作客 非常近距离 带你认识一个 专注演戏 热爱生活的好演员 刚才在后台导演就说 说你特别爱摄影 是什么让你去 愿意去拍这些呢 一开始是黎叔跟我说 说你有照相机吗 我说没有啊 那你买一个吧 我买了一个 那时候还没有数码相机 然后就买了一个 我说那拍什么 你就瞎拍呗 然后就拍拍拍拍拍 也不知道在拍什么 后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敢问 终于有一天憋不住了 为什么我要买照相机 要拍啊 说你永远活在镜头的那一面 你不知道 你怎么从这边去看那一面 当你知道从这边 怎么看那一面的时候 你就知道在那边 该怎么工作 你该去呈现什么 后来慢慢地才发现 当用了照相机之后 你会看到很多 很细节的地方 其实演戏是什么 就是在用细节去堆砌 不断地去堆砌一个人物 所以那最后慢慢地 当知道这些之后 就会用细节去完成一个人物 所以这个拍摄的东西 到后来你悟出来了 对 后来悟出来了 你现在习惯吗 就是老会有一个 现在都拿手机拍了 对 手机 就是后来 中间也走过 器材党的误区嘛 就是我们比方说 我们四个人出去 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 去澳洲 然后就是我妈身上背两个 我爸身上背两个 我弟身上背两个 我身上背两个 就一家人背一堆照相机去 我就突然在后面 看着这一幕 我觉得特别可笑 我是一卖相机的吗 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 这个行为很可笑 这过程 过程 后来就开始慢慢地 就是连相机都不拿了 基本上很多时候 都是用手机拍 你用手机能拍出 特好的感觉吗 主要靠修 拍图一分钟 修图两小时 你家贴你自己的照片吗 不贴 对 我们家唯一的一张 我的照片是 我那一台相机 是我第一天买 然后试着一张照片 就是对着镜子的一张自拍 然后我只洗了那一张 就是正常的 就这么大小的 就放在那里 我特别受不了 一男的把自己的照片 放一特大 挂在家里 就很奇怪吗 特别奇怪 女孩也挺奇怪的吧 就你天天你坐在那 看着自己照片 这是要干嘛呢 就是你也很难想 现场有好多人 也这么干了 你小心点啊 不能吧 但是 金姐 你不知道光潜哥 这个拍照 成为了一个 很职业的事情 因为他得到了 这个美国国家地理的 中国区的 华夏典藏的赞奖 这事别 这事得过一次之后 再也没得过了 对 这个是你平常拍的照片 这些都拿手机拍的 哪个是获奖的 右边的 哪张是获奖的 反正人看我给了一大堆 就客气一下 给了个奖 看看左边那张 是怎么拍出来的呀 我爸那张 左边的 这是你爸爸呀 对 外面的那个气球 是正好外面有气球吗 没有 它就是一个 它是公交车站的一个 那个广告牌 我以为你爸在楼上 外面都是跳伞的呢 这张照片 你是怎么抓到的当时 就是在 这就是在澳洲 我们在那等公交车 然后它就坐在那 好像跟我妈在聊什么 然后它那后面 就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样的广告 什么的 就拍下了一张 这是你这么近距离 拍的大象啊 你在哪啊 在非洲 它让你这么近吗 对呀 它是一个大象的 像孤儿收容院一样的 一个地方 就是都是一些 有病的 残疾的 或者是流浪的 它们就都会收容在那 真好 我觉得 最美好的 就把照片带回来 就能想起当时 一些情形 又上角的人 知道你拍它吗 都不知道 我觉得那个瞬间 最美妙的那个瞬间 一旦我跟你说完 再拍一张的时候 它就 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不自然了 已经不需要去拍了 那岂不是你永远 带着一个窥视的心态 有的时候 在从镜头里 看别人吗 就是我特别喜欢去拍到 你特别没有防备 特别不经意 特别自然的笑也好 沉思也好 无聊也好 发呆也好 那个东西 一旦我说 静姐来拍张照 我觉得就记录下来 没有意义 包括之前那 我爸那张 就是好多都是 我拍家里的 都是也都在 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其实人不在于 多完美 就是你那个笑 是最真诚的 最有感染力的 或者那种神情 那是最好的 是 我有一个在这方面的 一个大事级的朋友 叫黄绝 他拍东西真的很好 他跟周迅他们 都喜欢拍完了以后 就洗出来 就是有特别无聊的事 就会拍脚丫子 但他拍出那脚丫子 跟别人拍出的不一样 会知道这个人 当时的心情 然后我就觉得黄绝 在这方面 就特别特别有天 在我眼里 是神一样的人物 他拍他太太拍得特好 对 然后我也让他拍我 然后我们也是 都是在聊天过程中 不经意一件拍 拍完给我看 我说真好 我说但是你能把 我这准给我修了吗 你是开玩笑的吧 开玩笑的嘛 对 然后他就发了 后来就改发文字讽刺 因为我觉得 一个男性 如果没点中文 那简直太 是 我们都互相 我们拍一个电影 叫雪豹 去釜山电影节了 然后还有廖凡老师 然后我们在组里 最有意思的是 互相给对方 起戳号 比如说有时候会觉得 黄爵老师 特别像冯远征老师 所以在现场就经常 远征老师 刘凡老师每天特别 他想让自己的胡子上 挂上霜 刘老师每天就 这么不停地喘气 这样把那个水气 喷到胡子上之后 天冷他就能挂上霜了 所以特别认真 然后就说是李雪健老师 然后我是刘薇老师 然后张震是雪村老师 而且特别无聊在现场 动得都不行了 然后电池都动没电了 最后给我们仨一人 一台相机 都拿着自己的照相机 然后把照相机 那个电池那贴上暖宝宝 下大的雪 我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雪 仨人站雪地里 互相拍 觉得男人跟男人在一起 就是像一个 就是像一堆小孩子 只有的时候 对 加一块两百多岁了 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些岁月 既无聊又好玩 但是我听说你还爱上了这个 就是浅 浅水 对啊 那有日子不浅了 我觉得我可能要离这个爱好 越来越远了 浅水能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安静 第一次安静 对 特别美妙 第一次下水的时候什么感觉 那时候 要死了 觉得自己不行 二压平衡做不下 做不了 在泽人都下去了 我下到两米的时候 不行 赶紧上去了 上之后我说我得到三十米了 教练说你两米都不到 我说是这样的吗 当时就觉得怎么可以 我怎么又不比别人少点什么 为什么做不到呢 然后也下去之后 二压平衡适应了之后 我就像一个撒了江的野马一样 一下找到了自己所爱了 对 教练追都追不上 我说你这样太危险了 然后说你以后要喜欢这个运动 这项运动 我说这叫运动吗 他说对 潜水是项运动 说你应该去考证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我要有一个执照 然后就去有了执照 有执照之后 那个时候还相对比较任性一点 每年就会抽时间去 一年必须有几次去潜水 那个行话叫刷瓶子 对 你没有想到自己会 这么热爱潜水吧 因为我感觉你肯定是那种 对这个东西比较排斥的 我对速度感 特别强的运动会排斥 你喜欢慢的 当我休息一下来的时候 我的运动 我就特别不喜欢 是那种特别 特别有速度感的 特别快的那种 让你就是 因为潜水这个事 它其实一平气 最长也就五十分钟 然后你就上来了 上来在船上喝点水 吃点东西 跟人看会大膳 换一个瓶子 砰又下去了 然后再上来 我觉得我们都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所以钻进那个海里以后啊 比所有的人都更喜欢这项运动 进到那里头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然后就想跟着那个海龟 一直走一直走 它就回不来了 你别说就是因为那个很多人 就是以为很浅 对 然后看上大海龟 看上那个动物 然后就 对 什么了 就是在往上 在潜水里有一个 有一种气势叫高氧 那个东西 你老用高氧气瓶的话 会容易醉痒 醉痒就是 你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类 使用的是靠这个呼吸系统 在气瓶里呼吸 你会觉得自己是条鱼 那个东西就会产生幻觉 对 所以怎么解决 判断你是不是最痒的呢 就会问你 一加一是多少 你要跟他比划二 二 对 在海里比划 在海里比划 就他不断地要提醒你 如果说有一个人 你跟他比划这个 他把你扒了开 他继续往前游 就是证明他最痒了 你要赶快把他带上去 他语言不通呢 对 他就会跟你比划嘛 就是他会有一个 这个是一个特别 国际通用的一个 检查是否最痒的一个 明白 所以适合你的运动 什么潜水 潜水呀 围棋呀 围棋我也 就坐那儿不动 慢的呀 我也不行 瑜伽呀 瑜伽也不是 太极呀 太硬了那种 我最 我人生的终极梦想 就是等我 有一天不演了 就是去某个学校 当个老师 就是 就当一个台词老师 或者是这样的 然后在某一个岛上 开一个浅店 然后等到 寒假或暑假的时候 我就上那儿去 我觉得这是 就是终极 最完美的生活 我那个朋友 他就在那个苏梅岛 自己开了一个 那个潜水的学校 跟我说了好几次了 然后他 他从来不让我 转他学校的那个广告 他永远都让我 帮他转一些 怎么去保护海洋 怎么样保护动物 海洋里的动物 所有的潜水 一旦爱上这样运动之后 都特别 就都是特别 虔诚的环境保护者 我因为近距离 其实也是一个 特别有态度的节目 我每一次都希望 给大家做一些 保护工艺的事情 我知道这个光潜 也是保护鲨鱼 对对对 就是算是形象大使 对 正好借着这个节目 跟大家说一说 你说这个鲨鱼 是不是就 人们吃那个鱼翅 对没错 因为大家觉得 鲨鱼离你特别远 但其实跟你很近 因为就是说的 就科普一点 就是整个海洋的 这个生态系统 鲨鱼是食物链的 最顶端 如果鲨鱼没有了 就海洋的食物链 是断了 然后整个海洋的生态 就是发生了破坏之后 我们仅剩的 这些陆地的环境 也是对 就根本是保持不了的 所以保护每一个 生物链上 食物链上的 每一个环节 都是必须要做的 就大家都觉得 鲨鱼 保护鲨鱼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就是鱼翅 我本来也不吃 我也不怎么样 但其实 让更多的人知道 其实吃鱼翅 对你的健康也好 对什么保养 什么这种 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所以说 所以就不要再吃鱼翅了 呼唤大家 真的 对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对 来好不好 我们 因为光铁还为此 拍了一个公益的宣传片 我们看一下 如果有一天 鲨鱼出席了 你的商务蜿蜿 它们应当在你身边 而不是碗里 请拒绝食用鱼翅 保护我们共同的海洋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这个创意好有意思 你就是在水里拍的 鲨鱼 鲨鱼在边上吗 对 对 真的是在边上 不是鱼缸外面 不是 不是抠的像是吧 不是啊 你给我收拾这怎么拍摄 我们飞了十几个 三十多个小时 飞到巴哈马 还要坐船 坐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那种快艇 特别颠的那种 然后路上还看着飞鱼 第一次看见飞鱼 特别兴奋 然后就去拍 我们的气瓶是在 这一桌子下面的 氧气瓶 氧气瓶 坐在我对面这个是 全球排名前五 还是前三的自由浅选手 就是不用气瓶 可以浅到特别深的地方 然后待很长时间的那种 我们俩都是要吸完氧 吸完这一口氧之后 把这个气瓶塞回去 然后你吸氧的时候 你有些氧气 会从你的皮肤里渗出来 你还得把脸赶紧 那个小气泡给糊涂掉了 然后再开始演 他的肺活量特别大 所以每次我这吸完氧之后 我在等的时候 他就是那种 但这手我已经没气了 你知道吗 要吸了 这么快呀 就是我已经就没气了 然后我就还 我再再来一个 这个创意好要命啊 真完全没想到要这么拍 对 然后就有一次 那个管就挂 挂在那个桌子腿上了 我已经那个镜头演完了 就是他也在拿那个二级头 我也在拿 就是怎么我都拽不出来 但是我已经一点气都没有了 憋的 然后我就使劲在这拽的时候 我就余光看见有四个人 就以最快的速度 伸了四个呼吸头 啪听出来了 那时候也根本不管了 随便找一个 那口气才上来 挺危险的 就那一瞬间 我真的就汗就下来了 就明显感觉血压 创意看上去 就你这样看的不觉得什么 拍起来真的难度太大了 然后这鲨鱼就在你旁边 对啊 没有什么东西隔着的 一开始我站在那个甲板上 往下跳的时候 就是全是那种 你在电影里看的 那棋在外边露着 在那转的那种 也哆嗦 真的也哆嗦 然后大家扑通扑通都往下跳 我就试试把脚放进去 然后真有个鲨鱼就过了 在我这脚这 我估计时间闻了一下 就后来发现 这味道不太是 亚洲菜可能 没觉得 对亚洲菜不是太感兴趣 下的时候 一个鲨鱼从你面前 哗过去了 然后你就赶紧回头 然后这边一个鲨鱼蹭 就过去了 全是这种 胆也够大的 其实人类不在鲨鱼的食谱之上 就是这么多鲨鱼的品种 能攻击人类的 就是三到五种 剩下他们 我们不在人家菜谱上 他就不觉得你是能吃的 然后在下面的时候 就是慢慢的 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特别的萌 因为他那个白眼球 大黑眼球小 你知道吗 然后就特别憨 就从你身边咧着嘴 然后三排牙齿 从你身边游过去 就慢慢说你适应他了 你也不会觉得 他特别的吓人 他特别的怎么样 就有时候他还逗你 就他会游到你身边 跟你对视 然后跟你对视完了之后 他游走 真好玩 他会调剂你 就是那个过程 还是挺难忘的 但后来就说 有一个虎鲨 虎鲨是有袭击人类的历史的 就是这类鲨鱼 然后说我们下去 要看一头虎鲨 然后我说 那如果他看我不顺眼 要吃我我怎么办 然后就给了我一个PVC管 我就拿着那PVC管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 他要过来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不安全 你觉得有危险 你就拿这管 就处在你这个 你跟鲨鱼中间 那一根短管 他也要顶到了 他知道你 他知道你 这个东西是硬的 他就会走 对 然后我就拿着管下去了 就在那等着 就趴在地上 就是等着虎鲨来 因为虎鲨体积是更大 五米多长 就等好久 他都 那个鲨鱼都没有来 然后就上船走了 然后GIM就说 他有可能 应该是被人捕捞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五米多长的 鲨鱼是 不是特别常见的 所以不要吃鱼翅 我们能做的 就是拒绝鱼翅 从我开始好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今天有礼物要送了 杰哥 我们送给你 瓜子 近距离的瓜掌 特别好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同时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登陆 搜狐狐视频 用户土的爱奇艺腾讯视频 来观看我们的 《非诚近距离》 好 最后我们来一张 大合影好不好 来 请工作人员 把东西拿一下先 《非诚近距离》 零听新的这声音 《非诚近距离》 星光闪耀着奇迹 《非诚近距离》